歡迎大家回到新一集港馬攻略 之前跟大家分析過香港經典一里賽四歲系列頭關 接下來星期一就上演第二關千八米的香港經典杯 沒錯 四歲系列的第二關 今場跟頭關經典一里賽一樣的出馬滿額 其實陣容有些冷清 只有十隻馬跑 但跟經典一里不同的就是今次只剩下五隻上場跑過 另外有五隻是新加入 最低分是80分的全民皆知 上場頭四名 都是由威哥和蔡若翰包辦一二和三四 這四隻都會在那裡 但今次就侵了一些新血 一些安彩 精神威 九寶 待會都會說到他們 沒錯 但今次我們都準備了一些賽事片段給大家看 所以事不宜事不如我們立即去片看第一條 就是上場經典一里賽 現在就開始了 升得精彩就源頭三疊 回到第三 金槍六十就在內蘭第三 待會美麗飛凡也會塞塞地撤 是的 但整場馬最順就說到一定是金槍六十 入彎已經移了出去 直路一打開 看空一輕鬆可惜一騎 就已經是整隻馬好像炮彈一樣衝過去 彈掉你們這些對手贏 美麗飛凡在後面有點意外 因為幸福笑容上來又阻一阻 要收一收 但他後面追上來的勢也挺好的 是的 因為莫萊拉看到那一刻都大小意去 其實你看得上 可能是尿了幾邊 輕輕推的 但自己撲上去 魚勢也是非常之強的 其實可以說 如果不是中段有點搶口了 或者是末段被幸福笑容這樣咳了一咳 其實可能他的名次上有機會再接近跌也不奇怪 是的 幸福笑容上次就用到亡雅 用了一些時間 才撲得著這隻馬 哇 才跑上來 但其實勢也很厲害 是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幸福笑容這隻馬 就需要一些時間去撲著 也是很受騎的馬 當然莫亞他的騎功一定是幫到他 但我們看回他剛才的影片 就是他入彎的時候已經開始騎 騎到最後200米 甚至85米的馬才開始撲著 但是他踏出之後 當入面的馬是沒有成長的 說過你就過你 直撲前面扣去金槍60 所以你說這場馬 兩隻馬 其實威哥兩隻馬的表現都是相當之好 當然不是說阿塞兩隻馬不好 但是感覺上就是這場一里賽 威哥兩隻馬就好像是 感覺上會是壓倒了那兩隻 是啊 但這次也挺有趣的 莫亞就不跑幸福笑容 轉去跑蔡若翰的勝德正彩 那個配搭都比較奇怪 是啊 因為之前就不在那裡騎開幸福笑容 但是這次就被了潘盡騎 不知道莫亞可以幫到勝德正彩多少 勝德正彩 今季頭都經歷過一個低潮期 其實這兩場都跑回第三 起碼可以跟回前 看看莫亞可以幫到這馬多少 是 沒錯 但是說回威哥那兩隻 其實當然金槍60就是賽前 大家都覺得很有真正機會的大熱門 但是又好像有很多隱憂在這裡 無論是血統上 長力方面 還是健康方面 大家也要想很多東西 是啊 賽前也知道 又說跑又說不跑 現在追蹤出來暫時說跑 星期日又不知道怎樣 當他跑 但是看操練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會不會擔心他又跑多200會不會不太行 這個也是剛才說過有不少擔心的地方 因為始終你一隻馬由1400加1600 可能加200米 看到他上場的加速力都非常好 但是再拉長200 究竟爆發力是否真的可以抵擋到幸福笑容後勁 加上這隻馬由法國燒 當然現在暫時最新聽回來的情況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看血統 他附系是金獎章 都贏到去2000米 亦都出過那些公心餘憤 這些有強力充沛的吸制賽頭馬 如果單看血統上 其實跑1800米 我覺得金槍60是應該應付到的 但是只不過問題就是 也是剛才說 會不會抵擋到幸福笑容的後勁 因為你看看剛才那條片 幸福笑容其實已經開始越來越猛 血統上亦都是比較合適 跑1800米 看看再拉長200 金槍60 究竟可不可以抵擋到 來自同一個馬房的攻勢 是呀 上次我們都幻想過 會不會跑一里那隻好一點 結果失敗了 反而增程200那隻就好一點 看看有沒有機會反先 幸福笑容 嗯 沒錯 亞賽一隊友大家又會怎樣排位呢 是否真的美麗非凡再跑1800米 會比聖德精彩好呢 我覺得美麗非凡 怎樣都比聖德精彩走先的 因為他未被你見過他的底質 其實他還有一些潛力收藏了 還未拿出來 除了第一場在香港 他贏了一場 全程都是貼著內難 但其實看回他上場的勢 如果他不是受了 或者是沒那麼搶口 中途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回來的勢 應該甚至乎是可以過得成得正常 是的 沒錯 所以一來跟外地又不同了跑法 在試跑法 也狀態未去到十足 所以這次再加成200 相信大家都會覺得 美麗非凡的名次有機會反先 勝得精彩 當然啦 其實帳面上就看 頭四名 都應該是左右回了這次的大局 也可能有機會跑回一模一樣的頭四名 但是剛才又開場白說過 當然除了幸福掌聲 有機會差一點之外 另外有五隻新加入了 是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這條片 就會講一下兩隻 都是 有些機會的感覺 就是安彩和精神威 是的 現在精神威在前面 第四位 後面背三位是安彩 精神威這隻馬 給大家印象到 啊 開始谷草起家1200米 究竟這隻忠誠漢子 這麼有長力的附系的指示 會不會跑到這麼長呢 但是事實證明給大家看 他今季加成代谷草1650 才贏完之後 轉田草立刻再贏1600 然後再跑這場升班 二班1800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表現 看得出這隻馬是越來越有進步的 所以今場這場經典杯千八 究竟會不會因為他太低分 而大家抹殺了他的機會 我覺得又未必可以這麼看輕他 是呀 精神威其實上場的千八 都是全程很早已經網空了 回到來都是輸給任我行 其實都有一些捱的成份 所以其實如果他今場的形勢好一點 我相信他的表現會再有進步 應該都算是黑馬 但說到黑馬 其實安彩也是一個黑馬分子 是呀 是呀 因為看得出安彩 因為上場大家有看剛才播放的影片 入彎的時候還在內蘭 其實開始都好像穩位穩了一些時間 是呀 蘇兆輝騎了兩場 不知道為什麼 一場塞車塞到沒有位沒有騎過 其實這場都是去到最後二百才有位騎上來 其實他的勢頭也挺好的 當然你明智上就沒有精神威那麼好 勢也好像感覺有點均速 但是當然我們都是這樣說 隻馬有質素的大家都知道 亦都很大期望 他外地都已經是贏到二千 因為副系一錘定音也是贏得很長 那你說是不是狀態好像美麗非凡一樣 有強勁的賽職支持 亦都是有強力支持 但是狀態是否真的去到十足 其實當然一定沒有 但是由這一場第三 開始看到一隻馬已經是慢慢來 亦都是看得出他很有潛質 所以他跟精神威 其實這兩隻馬雖然比較低分一點 八十多分 但是你說在這場的機會 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抹殺到呢 我自己會覺得是黑馬分子 再加上用到報民 報民其實跟蘇兆輝一樣 我覺得都是硬工騎士 兩個都硬正的 但是報民這年來到香港客串 好像不是那麼好 看看會不會有隻安彩那麼好 會不會好一點 是啊 沒錯 所以這兩隻我覺得都不可以忽視 因為始終大家四歲都是鬥進度 而這兩隻我都相信是底牌未見 所以究竟有多少 也都大家未知 因為始終你跑馬的時候 其實除了馬分子的實力 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譬如到時的臨場走位 也都是頓場地形勢 大家也想不到 譬如好像精神威這些 看回整場好像沒有什麼馬步速 即是步速 是的 精神威究竟會不會用回他上場 甚至甚至有機會大 因為這隻馬大家看得出 其實都越跑越油越跑越均速 如果被他自己在前面放信了 其實闖到一直是真的不奇怪 甚至乎 看看A加3跑道有沒有得追 如果沒有得追 讓他放信了 其實我們看回近幾次田草的賽事 都有些馬匹 是放信了之後 是完全追不到他 很難追的 沒錯 譬如說精神威可以放 其實安踩這兩場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有些試跑法的味道 因為前一場就流到很後 即是跟精神威跑那場 其實上場他都已經刻意跟前了 只不過是很不幸 大家如果回去看回 是失得很厲害 因為其實那場大家都知道 他的心意很明顯 鬥節都很鮮明 因為是蘇小輝最後一場 即是客串期在香港跑 但是很不幸 他就跟他今場有份跑 扣女的九寶 就一起都有一些意外 但是 阻礙之後 都好像大小以去 就沒有怎樣騎過 會不會因此 而令到他賺了一點點體力 他在今場有機會 闖入一席 我覺得都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可能體力會佔 我覺得大家馬迷朋友 不需要太介懷一些 可能在二班 他們四歲馬跑二班 其實可能是試跑法 或者是試一下路程 可能他們最終目標是打比 所以我覺得有些塞車的 不要緊 如果你投注了就不太好 但是可以當是一個觀望 他一定會在最重要的打比 他應該會交出最佳的水準給大家 當然也是那句 相信這場經典盃 很多參戰馬的狀態 都沒有推到最頂峰 大家都一定是以打比做最終目標 同樣用打比做最終目標的 還有一隻 這隻馬初出在香港 都給了一個很大的驚喜給大家 是啊 就是片段中 現在在中間 紅黑直尖三的孖寶兄弟 初出圓蘭坑 在谷草贏出 賽事都挺厲害的 這隻就是阿高仔的馬房自購馬 來香港的時候 紅黑直尖三也是非常熟悉的 也是一個很幸贏打比的家族 是的 這隻孖寶兄弟 本身自己在外地的賽事當然很厲害 所以其實一出就算跑谷草一里 這麼大難度的支持都有 我們在片段中看到 圓蘭一直貼著蘭 其實一偷位 入直路一爆 就掉了 他身後還有一隻 勇猛神區之後 都在田草籤爆 所以你說水準當然厲害 初出營谷草一里 也是非常不簡單 因為對上一隻可以做到這樣 之後跑四歲賽的 就是我們的前馬王 軍事出擊 所以孖寶兄弟這隻馬 初出贏後大家都好像 今屆打給蕭家 是不是真的有些希望 但是蕭家和美麗 是好像過往都有這些例子的 但是最終都是 失敗而回 我自己覺得 孖寶兄弟這隻馬 大家都要留意 其實他可能會跑長一點 會再更好 是啊 因為其實他看回 他的褲子雖然是Kingman黃瀑 但是他自己的兄弟在外地 都已經是贏到2,000 2,000 2,000 特別是最強的那場賽職 就是當然是 跑外德華七勢錦標 和現在歐洲馬壇 都一隻很厲害的頭馬 叫日出之國 日本 都是分勝負 他那次跑第四 所以來到香港大家都對他 很有期望 也都一出跑得非常之好 但是上場就轉過來沙田跑 又好像失色了一點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那真的 我想都未必 大家都好像不知道 好像同主馬馬哈羅斯 突然間爆贏了 贏了大家都問什麼事 其實我也覺得奇怪 如果菊草可以第一場跑得這麼好 但你第二場跑下去完全沒有了 會不會是場地又不太適合他 或者是其他因素 或者是環境又不太適合他 所以導致他跑得這麼差 這個都不排除 始終這些年輕人 作戰經驗這麼少 第一次跑沙田大場 有受到影響 我覺得都情有可原 但是你說他那個第十 其實是不是真的脫節這樣輸 跑得很差 其實他在說都是輸死的馬 我會這樣想 不只是跑過兩場 也都本身外地的賽績那麼強 一出也都贏了二班 一龍靈 因為除了剛才說的軍事出擊 其實二班一出自購馬可以這麼快贏到的 說的是英雄名譽千里這些這麼厲害的馬 當然馬步兄弟一定很有得數的 看看他在田草試了一場 這次再加一程去跑他 他更加適合腳法的千百米 又會不會有更進步的表現 當然也是狀態未去到最頂峰 看看到時的配合和形勢 但是這隻馬如果真的跑得很近 是一點都不會意外的 是啊 時間關係還未準備好所有片段給大家看 還有一些馬都可以說一說他們 例如九寶或全民佳之 對 九寶剛才也說過 因為安彩失都很厲害 其實跟九寶一起跑 九寶自己其實也有少少失 好像他跑這場之前 其實他跑那場谷草1650 我記得阿威那時候 對他的表現有點驚喜 是啊 用到希威森 希威森本身在香港也不是前列騎士 但是他背著133磅 其實在後面 在中後碟上衝上來 其實也衝得挺好的 以希威森的位置馬來說 其實他也發揮得挺好的 我覺得可以再看高一線 上場二班千百米 我覺得可以抹掉他 可以抹掉他 始終也有點意外 而且你初跑這個路程 入彎的時候也有點早走了 所以你說是否這麼快 挖死後沙馬呢 始終你跑得少 不排除他短期內 會有很大幅的進步 大摩這場也有兩隻 我覺得九寶這些 也有機會會接近 相對在全民皆知 這場是最低分馬 是啊 我自己就會看低一點 因為他始終都在贏場 三班上來 不要說二班 其實都沒有跑過二班 但是他強力就有 一定是千百米 但其實我感覺上 上場都贏得很像鮮鮮的 已經很準 已經用到 是 所以 本身虧分虧得多 先80分 賽事水準也沒有這麼高 所以 相信大家都會把這隻馬看低一線 但是也不要不提大家 其實 姚本輝今年的成績這麼好 又想爭冠軍 看看有沒有機會 殺出血腦 打給入場券 大家都要注意 其實頭三名都是直接打給的 是的 除了一樣之外 剛才也說到很多低分馬參戰 其實他們可能有機會知道 未必有機會贏得到最高分 那四隻這麼厲害的對手 但是會不會讓他們偷渡一隻冷 好像上屆地前屆的一隻新力必 是的 這樣都可以搏個冷位 搏個冷位加個5至10分 其實就可能已經有個入場券 可能他們心目中都會這樣做 是的 可能他們心目中都會想有這樣的想法 我搏個冷氣加少許分 這樣就有個入場券 我未必要贏 但是我純粹是想他有機會跑到打給這場馬 是的 所以大家都不要忽視姚本輝 沒錯 剛剛有一隻好例子 金杯跑第三的龍船鼓響 嘩 那隻厲害 我又覺得不要完全抹死全民皆知 九寶這些邊線分子 都說了這麼多隻 你有什麼特別喜歡嗎 那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威哥的一隊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去到千百米經典杯 那我自己都會先排回幸福笑容 因為長力不擔心 還有他這隻馬現在給我的感覺是越跑越均速 雖然莫啞混亂 我覺得正常發揮客都應該沒什麼問題 還有以他上場的後勁其實真的很厲害 這隻馬一塌著了的話 金槍60載加長200米 究竟擋不擋得住 我都覺得成問題 還有最重要是他要我們擔心的事 想的事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會先放幸福笑容 另一隻其實我有想過就是 是美麗飛凡和安塞之間選擇 但是預期美麗飛凡 一來他自己目標都一定是去到打比先 最高狀態 預期會比較熱 那我不如試試駁一下安塞 雖然他的評分是低一點 但是一隻馬一路給我們看的 都是慢慢狀態起 在賽事上面的表現也慢慢進步 上場塞車大家就抹掉了 但是以他外地的賽職 以香港慢慢跑到進度 再加上這次都用到報問來騎 又是有個大師傅在 看看能否殺入一隻攬位 80多分的馬 都問誰其實跑打比 看看如果這場跑得近 相信他入選打比的機會都非常之大 所以放了安塞下去了 威爾怎麼看呢 如果再選下去 無論如何都要回金槍六手 真的不爭取 他其實跟前三冠馬王 跟解龍區都很相似 又是 嘩 頭關都好像贏得很輕鬆 你還擔心他 1800可以不可以 其實兩隻都有同樣的想法 就是會不會其實1800也差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金槍六手絕對應付到 你看他上場這麼輕鬆 我相信 如果他體力方面頂到的話 希望那個發燒不要影響他太多 他在這裡都是非常之惡的 如果我再數下去了 我會選擇美麗菲凡 因為美麗菲凡 上場可以當擦了他沒有跑過 其實蔡若翰試馬味很濃 看看會不會試到1800的時間 看看會不會有一個收成期 因為打比主賽 都要試一下馬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長力才行 他在外地和香港都沒有跑過1800-2000米 所以我們初一步就有這四個心水給大家 但是還是那句 跑馬跑形勢 到時都要結合臨場的跑道形勢 騎士的配搭 甚至是檔位 才可以看到最終的結果 但當然這一場馬 雖然馬小也會是一場非常精彩的賽事 到時星期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這場香港經典杯 是的 來到節目尾聲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就給個訂閱 我們也可以推介給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有什麼話題想聽的 即管在我們IG和Youtube下面留言 是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會不停有很多有趣 或者是有些大家都喜歡的話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這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再跟大家聊多一點 拜拜 看一下 我不想有關 好 比如說 我們是在這裡 一大小便